今天是11月的3号了 已经是12月的第三天 也是我上表演课的第三天 第二周 好快啊 因为是每一周的周一和周三 所以周一跟周三就隔一天 然后周三跟第二个星期一的话 也就隔一个周末 所以感觉特别快 一下就第三堂课了 感觉有点像那个以前上学的时候 正常上课一样的 还挺密的 然后今天前两次的话 就是说实话 状态不是很佳 然后有各种问题 我也在前面的视频说过 那今天来聊一下这个学费吧 其实在美国的洛杉矶 好莱坞这边的表演课的那个表演班的那个学费 其实啊 普遍来说大课都不贵 大课也就二十十多个十几个二十个人嘛 我们这次我算是我觉得算是多的了 嗯我这个是一个月是三百二 所以的话我每周的话大概有八节 我觉得有八节课吧 我七到八节 所以的话就相当于差不多是四五四十多块一节 好像是吧 对四十几块钱一节 那一每一节的话是三个小时 所以等于说一个小时才十几块钱 是不是很便宜啊 就跟你上语言上英文课差不多或者甚至更便宜 那当然要上诗课的话会贵一些 那我觉得目前来说上一些大的课也没有也挺好的 因为可以跟同学交流嘛 所以如果你想学想要上表演课的话 那就早一点尽快的大胆的去上 我也是在学的过程中去体会 现在我这人比较慢嘛 学习吸收也比较慢 然后各种进入状态也比较慢 慢热型的这种 因为你一拖的话容易拖得很久 但你开始上的话 你能学到东西那就是最好的 而且我这个班的话 之前问老师 我说这个是一期多久的 他说两年 但是有点把我给震了一下 两年这么久 等于说每个礼拜都要上两节 一直上两年 后来我想象也是蛮酷的 就好像上大学一样 坚持上吧 希望我能坚持而且有收获 刚才说错了 刚才 刚才说成12月3号 其实今天是12月5号 哎呀 这时间过的12月5号了 然后昨天晚上下雨了 然后现在是天晴 现在天气不错 然后现在路上也不算很塞 可能在Downtown那块会塞一点 看这边车上都有雨水 太阳晒了 刚刚上完课 1点12分 今天的状态比前两次要更好 但是有一点点困 可能今天每个同学说的有点多 但有一个同学说的东西蛮震撼的 就是讲到他的女朋友 然后还有个人跑过来怎么反正发生了一些冲突吧 就他说他想要杀掉 就把他给就是惹得令他很生气 就是很愤怒 这样的一个 但还是还有好多没听懂 我现在是尽量的都多听英文 就是平时看很多中文的东西 现在我就尝试的多去听英文 然后帮助我的听力 今天也没有 现在每次基本上都是9点半能到这 其实提早的半个小时是有机会跟人家 跟同学交流的 那也有几位同学都是很早来 就是提前半个小时到 希望慢慢多跟他们交流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